现在一小步为前景铺路 Greenlight Canada 过去15年来 办理超过22,000宗成功移民个案 处理各类移民项目 经验横跨加拿大 信誉良好,价钱公道 联络我们获取最新移民资讯 Hello,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伦多地产经纪 服务大多区已经超过15年 所有关于房产的买卖 楼花、楼花转 你都可以随时找我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团队 是一定可以帮到你手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应该妥善打算 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 由福地、私家花园、云石灵 及殡仪服务 我会揭成协助你每一个步骤 提供适心的服务 助你圆满人生路 我是CatsLab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从事房地产买卖和建屋 我的专长是根据不同客人的需要 为他们度身订造 最适合他们的地产投资组合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很喜欢温哥华的话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给我的 欢迎大家来到《住家财经》 上一集我们就 这些乌俄之间的关系 在欧洲的版图都扩得很阔的了 有英国 有法国等等 甚至乎 辣到过来 究竟美国加拿大这边 会不会有什么参与 但其实如果这一场的乌俄的冲突 真的引发起 难道真的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没理由不关远东事的 因为中和之间的关系也很好 但也非常千丝万扭 因为挨近就快来北京东澳 但是也在说 习主席的目标统一的中国梦 台湾就看了很久了 会不会碰到那边呢 对了 肥三明也说了 你不要以为乌俄 就是欧洲的边境 就和发生任何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和远东没有关系 肥三明也说了 包括东澳 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 这些大事发生的时候 会不会 我们伟大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不小心 也都是我们要统一 坚持统一收回台湾 在这段时间是否一个最好的事件 那当然了 我们说是没用的 那我们要找到资深投资者 老友David 出来 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国际局势 David 你好 喂 Joy Sam 你好 大家好 第二个问题就要问David 就是这次整个的我事件 去到一月底的时候 已经有风在流传 除了在这个东欧那边 是有这样的争端之外 在另外一边 地球的另一边 就是这个东亚 都有机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又或者似乎是机不可失 可以在这段时间 趁大家对这个战事有些麻木 或者预计之内的时候 这边都是 灯一灯火先 那会不会又有这样的机会呢 这个就好看情况 因为呢 赵正路 以中国今年的铺牌 其实很忙 因为内政忙 现在内政那边重要 因为今年是 爭凳子之年 就算习主席的位置很肯定 站得穩的话 就算是假承 何况不能见得 就算是的话 那些年轻人都要爭凳子 但不一定是习派和反习派的斗争 习派里面 你以为是要爭凳子 7个人都要 有6个人都要爭 有6个人要爭 不单止 在下面一群年轻人都要爭 哪个要爭 是呀 上海市委书记 你想不想做 深圳市委书记 你想不想做 那些都要爭 大佬 北京市委书记 那现在在做的 是否可以进去做 再高级 再高一级 都要爭 很多凳子要爭 爭那么多凳子的时间 官僚系统很容易走 除了计算好要做的事之外 任何意外之事 都可以令官僚系统 第一是癱瘀 而癱瘀的原因 就是因为 大家爭凳子很容易 就是 你踢我脚 我勾你手 我打你踢 你踢我脚 内斗 你踢我脚 踢我脚 你出了事 我判断你 我找人去查你 或者把你抗财 扔出去 當然是你抗疫 不力 還要人看你的表情 照顧你的感受 肯定會有很多 這些畫面出來 是的 你說主席 當然知道 他也是在權力鬥爭中 走出來的 如果知道的話 他要 對他來的就是 那些年輕人打架 某程度上 他是開心的 因為如果他在打架 就是不會團結在一起 來對付自己 嗯 但是呢 打到完全沒有好 的話 自己的實力就會削弱 所以 就是有矛盾 但是不要表面化到 一個完全收拾不到的地方 嗯 但是這件事 就要少做少錯 千萬不要搞些太意外的事情 你意外一搞得多 沒有準備好 就隨時出錯 一出錯就亂來的 然後就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對外戰爭是不宜的 因為對外戰爭 永遠是變數多的 你不要想著 大陸這麼大 台灣地區這麼小 統一就是兩下 就是未必 尤其是頭頭 如果人家熬過了 頭那一兩天 後面一有後緩到 你就不是那一回事 那又是變了一個情況 就變了和老的情況了 你是不是打了三次 世界大字 又是問你回頭 你看看我奉陪啊 如果那邊打的話 真是難 我們用一個最底線思維 習主席的底線思維 就是最worse的scenario 那是不是那邊 如果全面爆發熱戰 打到飛起 整個烏克蘭變了主戰場 那些 未去到核武 但是什麼武器都出來的時候 那這邊很難相安無事的 有這麼說 有兩點 實際上他很有動機 打算趁這個機會 因為你美國兩線作戰 打算你顧不到 我就立刻就放東西 來和你玩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現在的部署 實際上美國 陸軍就反為很多 丟了去東歐那邊 因為實際上 東歐你現在對俄羅斯 打六戰多的機會 但是海 因為大陸如果要統一台灣 他不著數的位 就是他要隔著國海來打 而美國拍了多少個 航空母艦戰鬥群 現在集結了在南海和台海一帶 那未算日本呢 未算澳洲呢 那裡都集結了一堆藍隊 即是說其實人家知道你會這樣 現在就走了 是在菲律賓 是的 現在擺一個勢就是 你試一下 你以為偷雞摸狗 打算和俄羅斯一齊兩面作戰 我就和你兩面作戰 因為他有其他盟友在那裡 現在不是他單拖 有盟友 即是準航母都已經去了菲律賓 是呀 那你還未算澳洲都有潛艇 有成的 還有加拿大巨民都放了兵 現在還未算英國 遠東還有艦隊 那你即是說 如果是的話 那他就和你來的 你是不是來的 即是又是我巨民 你再找習主席拳頭 你就不做 是這個月來的 但是現在 在搞東澳這段時間 我想習主席是不捨得的 運動員都去了那一頭 他這個是登頂位來的 對於他來的 他意識感很強的 他很多東西要很有意識的 他要搞意識的 你要迎接他的二十大 他之前鋪好了路 我想他不捨得 心大心小 如果那邊開拖的話 除非看來歐洲擋不住 而烏克蘭被他吞了 甚至烏克蘭趁機向著 波羅的海三角移動 我想他就會移動 但如果不是在烏克蘭相似著 而且不見得美國有鬆動 我想他也不會隨便移動 甚至會不會到一段時間 出賣俄羅斯 不如這樣 我們談吧 我和他們朋友 我和他們朋友 不要搞得我們那麼僵 才行 中美關係要好的 我們也懂得說 你不懂 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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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幫你按他 趁機搶蝦 那些回來 你猜中國不計算 每個人計算 別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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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某些之前 中國和俄國的談話 或者中國組裁爆發的消息 就好像習主席很不想俄羅斯 這個時間動手 當然官方已經否認了這個說法 但是 如果你俄羅斯佛 要來東奧 來春席開幕禮 那邊打到 你肯定過來 行不行 是不是 對不對 主席當然很想有人不威 最重要是有俄羅斯佛 來捧場才會威 所以 他當然不想來那邊開拖 但其實重點就是 他中國的立場 最好就是大家準備妥當 習主席連任過導演 沒問題穩定 連下面班子也穩定 用多一年半時間 整頓好軍隊 然後就是和俄國一起出擊 這樣 勝算大一點 但我覺得普京就說 我坐在你那裡都傻 現在他說 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是啊 還有就是 如果被你中國收回台灣的話 俄羅斯不是害怕嗎 你收得到台灣的話 對於中國 這個復興之戰 下一水 他不會真的想 倒過來搶 趴薩克的 搶了那些中亞國家 全部要他們轉裝 那俄羅斯不是中牙 不是啦 趁你覺得 什麼滿心歡喜 搞東澳 我誠不怕 來這裡偷雞摸狗 不關我的事 嗯 大家都知道 嗯 嗯 所以其實有趣就是 表面上 我們說 大家好像有一種默契 想一起動 但實際上就是互相出賣 嗯 好的 最後我們也問了 那個油價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那個油價 摩根大通甚至乎於油價 有機會上150元 但現在的確油價都八十幾元 站在那裡硬硬的 那油價在這些地緣政治紛擾之下 是否真的會上一百元樓上呢 起碼 其實難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這裡還多一件事 實際上 例如英國 你想想英國開艦隊 開到進去黑海 甚至西班牙都可以接近莊 原因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要確保地中海 不要受騷擾 嗯 因為如果俄羅斯衝得到 進入地中海 就是一件大件事 這樣的話 由以色列 由伊拉克入以色列 然後在以色列 下船過去 由斯洛文尼亞那邊上岸 這條油路就會斷 嗯 這條油路一定要通的 因為 這條油路是 少數一些 是可以不用經俄羅斯 油氣管而過的 而又不需要繞大圈的 即是可以在 地中海裡面過的 而In case 俄羅斯人都關掉了 它還有失明事 這就糟糕了 嗯 是啊 所以這個是一 那二就是 其實美國當然有 源源不絕的石油器來供應 油和Gas多都不得了 美國 都未開行 現在是被環保L阻礙 但是環保L阻礙 它現在美國都在增產 因為美國的通脹也太厲害了 所以我想 還未算加拿大那些石油 是 其實他們加拿大石油都會是由美國撲出的 加拿大撲出不是這樣可以 因為加拿大沒有幾多個不動港 但美國整堆都是 所以美國是有相應的石油措施 東岸西岸都有 那它在東岸那裏落船 然後過去 雖然落船的效率 當然是沒有油氣管道那麼高 但是 美國必要事 一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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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破 都沒有說不行的 那英國還有海遊呢 所以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升到上天呢 我覺得是有點懷疑的 甚至他們一等一個trigger 你打嗎 你以為俄羅斯用推高油價來玩我們嗎 我就抗爭產 甚至叫沙地魯爭產 你們全部爭產 我幫你包了 幫你包少了 你抗爭產就行了 是的 那一增產你上來 你俄羅斯也會重傷 如果他們真的一增產 你俄羅斯 反過來 如果不是85元就變了55元 那你又沒了很多錢賺的 大哥 好 那大家聽到這裏 亦都出來了 大家都清楚明白 特別是遠東這邊 究竟會不會趁機 又或者出現一些突發事件 我們很關心的 很坦白說 俄羅斯和烏克蘭 遠到那麼交關 為什麼我們這邊都這麼關心呢 因為我都很擔心 原來 你也看到 這陣子的戰機 整天在台海之間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所以 David也說得很清楚 你看我剛才找新聞 都找得很忙 是的 很多人說 信息量很大 有多方面 除了剛才以戰爭角度 然後國際局勢的關係 甚至乎遠東這邊 究竟北京東澳 幾個大哥之間 究竟能不能談到 是否真的要打 很多事情千絲萬縷 現在的總結 我看來就是 沒有說一定打 但是你要有兩手準備 萬一真的打的話 大家要怎樣部署 我想這個反而 反而影響我們的觀眾 大家財經 財經底 接下來究竟油價的升幅 會有多少 甚至乎小物價格有沒有改變 打仗會影響其他什麼 我想要密切留意 要密切留意 可能真的每天都訊息萬變 因為剛才我大量的新聞 招出來 都是在大概十二個小時之內的事情 剛剛Darick涵蓋到的所有內容 牽連世界版圖 都是十幾個小時內 都是關於這個烏鵝事件 引發出來的不同的 揣測也好 新聞也好 甚至乎一些 估算也好 所以我想 接下來這個星期大家坐穩 最重要是坐穩 大家坐穩 大家坐穩定 正觀其變 你說如果沒有什麼投資 散貨的 買好幾包花生 應該有很多東西看的 沒錯 好 今天謝謝David 也謝謝Jo 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 你會不會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 私家花園 雲石鈴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現在一小步 為前景曝露 Green Knight Canada 過去15年來 辦理超過22000宗 成功移民個案 處理各類移民項目 經驗橫跨加拿大 信譽良好 價錢公道 聯絡我們獲取最新移民資訊 Hello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樓花、樓花轉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的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我是Cat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度身訂造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都這麼喜歡溫哥華的話 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